林主任 林主任 三位 我們的上賓 謝謝你們的來臨 然後我們謝謝那個 謝盧老師這幾年來一直在 協助我們發展 我們系上的一個口譯 的這個教育訓練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比賽 可以把它推廣 往這個捲果去推廣 今年是第二屆 中醫大學舉辦的這個管理比賽 那我們原先 能夠想就是說 希望讓我們中醫大學學生有一個 一個很好的這個 學口譯的 這樣的機會 那後來我們跟謝盧老師 討論之後謝盧以他的 那個專業高標準來講 把我們一下子從 我自己的寫實主義 然後直接挑到非常理想主義的 這樣的規模我們請到最好的 大量蜜蜂死亡 原來你我都有責任 在美國自然 Honeybees Pollinate Nearly 100 Kinds Fruits Nuts Every year 10-30% of the bees have been dying During the past decade and unknown extinction and unknown extinc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bees across the world 我們外文系 今年舉辦第二屆的 口力競賽 那我想 我們在座的許多同學都知道 21世紀 是一個國際化 決定你一個學校 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競爭力的年代 那我們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的外文系 能夠來主辦這個口力的競賽 I want to commend you all for your courage I think we all know that courage is not being unafraid not being scared Actually courage means even though you're very very scared You're still willing to put yourself out there And all of you did so well in that regard I think you were under public scrutiny But you all made it all the way to the end So for your courage I really commend you So in my eyes In my eyes You're all champions 我覺得那個壓力是大了好多倍的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有 那我覺得我一開始也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我寫了很多東西 那我看前面如果有幾位同學 如果被這個舉動嚇到的話 我很抱歉 那我到後來下班場的時候 我開始決定說 我不應該寫這麼多啊 因為我一定要認真聽才行 然後我就把他筆放下了 我就很認真地去聽每個人說的故事 因為雖然這個故事是一樣的 可是每個人說出來 就會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的情緒是什麼 然後你想要 其實我覺得一個重點 其實就是在溝通的意願 恭喜我們這一次所有參賽的同學們 剛才我們走在路上 就是要去評審的那個 討論室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自己其實是花了四年 專業的時間 學習口譯這件事情 拿了兩個口譯的碩士學位 可是即便就算我的時候 畢業 其實我現在已經工作了這麼多年 叫我來參加一個口譯比賽 坐在台上 讓這麼多人的講評 接受這麼多人的檢視 其實我做不到 所以我真的要再次再次 非常恭喜大家 有這樣子的勇氣 願意嘗試 尤其是我們給大家嘗試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